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7号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塔克马的NBA球星以赛亚托马斯 他也被我们国内球迷亲切地称为小托马斯 小托马斯的名字和活塞民宿以赛亚托马斯一模一样 不少人就会认为 这个小以赛亚托马斯是以前那个以赛亚托马斯的儿子吧 而其实他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 不过这名字的来源很有关系 1989年的NBA决赛 一个名叫詹姆斯托马斯的狂热胡人球迷和朋友打赌 如果活塞一人胡人队 那么他就把当时活塞队核心后卫 以赛亚托马斯的名字来命名他即将出生的儿子 之后活塞击败了胡人祸的总冠军 孩子的妈妈就根据圣经把以赛亚的ISIAH改编了一下 加了一个A变成了ISIAH 代表着圣经中的旧世主 不过发音是一样的 这个小故事最励志的是 小以赛亚托马斯和以赛亚托马斯一样 最后都成为了NBA的球星 不过这个名字不好的地方是呢 当小托马斯第一次以NBA球员身份踏入麦迪逊广场花园球馆时 有越球迷出于对微笑刺客的讨厌 居然像完全无故 只是因为同一个名字他发出了虚声 小托马斯家中有一个对篮球如此狂热的爸爸 那受爸爸的影响 他在婴幼儿的时候变玩起来篮球 之后更是形影不离 在小学的时候会去找高年级学生打球 因为他觉得这样才有竞争 到了初中 小托马斯会坐巴士到不同的地方去找最强的对手 周末还会和爸爸去打成年人的比赛 他从小的目标就是进入NBA 但身高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他自己也知道如果身高没有长到6尺 也就是1米83的话 他很难进入NBA 托马斯的爸爸只有1米67.6 爷爷也只有1米67.6 家族身高基因很一般 可想而知小托马斯也不会长得很高 那他从小就比同学级人矮 几乎每一年的拍班级照片都是站在正中间的 打过球的人都知道 身高高并一定代表球打得好 但是他就像大学文凭一样 是个敲门钻 只有有了这个别人才不会侵蚀你 这段时间小托马斯非常的沮丧 他经常去问医生 自己能否长到1米83 但每一次医生的答案都令小托马斯哭着回家 绝望的他曾经尝试每天坐一体向上 甚至把自己吊起来数个小时 希望以此来把身体拉长 但这当然是没有效果的了 到了高中他终于明白身高不行就用技术来凑 他开始研究小个子球员的比赛录像 比如托尼帕克和史蒂夫纳斯的抛头绝技等等 之后也发展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动作和节奏 很快他凭借着这个技术成了每场比赛上最强的男人 托马斯高二的时候就闻名了华盛顿周 当时小托马斯不仅球打得好 垃圾话也说得好 他说他是在家里佩顿时代长大的 也就是那个手套 佩顿可以说是最会讲垃圾话的人 他把佩顿视为自己的偶像 所以想在年轻的时候像佩顿一样 不过他因为全身心投入到了篮球上 导致学习成绩很差很差 没办法只有先到预备学校去上学 在预备学校的时候呢 小托马斯基本上不是在学习就是在训练打球 高中联赛就能场均砍下33分 并证明了自己是全国最好的高中生球员之一 最终他进入了家乡的华盛顿大学 巧合的是 华盛顿大学之前也曾出现过一个小格子球员 他的名字叫内特罗宾逊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扣篮王小土豆 小托马斯也得到了这位前辈的祝福 内特罗宾逊亲手将自己穿过的二号球衣转赠给了小托马斯 但是很多人认为小托马斯太矮了 在大学篮球里很难生存 大一时小托马斯又打消了人们的顾虑 场均能得到15.5分 成为派克泰连盟的年度最佳信任 这个派克泰连盟创立于1915年 是美国最强的大学联盟 超过十大联盟和长春棚盟校 一直处于美国霸主地位 由此可见小托马斯的实力有多强 到了大二赛季 小托马斯的数据继续提升 变成了场均16.9分 并且被选入派克泰连盟最佳阵容 大三时候有一件事情 能很好的反映小托马斯对篮球的认真程度 在一次的球队比赛中 当时战况十分激烈 暂停的时候他非常想去厕所 但是厕所很远 他不想错过比赛 所以他就拿了一条毛巾放在裤子里 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三结束后 他更是当选派克泰连盟锦标赛的MVP 在最后的决赛中 独得28分 并且加世赛命中压哨绝杀 带领华盛顿大学击败亚里桑那抖冠 在他大学的三年时间里 两次入选派克泰连盟第一阵容 也算是当时全国最强的大学生球员之一 还认上过体育画报的封面 即便是这样 仍然有很多人认为 他因为身高矮成为不了NBA的明星 2011年 他大三结束后就参加了NBA选秀 最终以第二轮最后一个顺位 就是第六次顺位被国王队选中 相当于入学考试最后一名 那么以他这么强大的实力 却得到这样一个成绩 可以说是很让人失落的 选球网站当时对他的评语是 即使是以控球后卫的角度来评判 身材也过于矮小 预计在面对NBA身材级别的球员时 将很难突破到内线 在防守端会被NBA级别的后卫吊打 在国王队的前两个赛季 小托马斯作为替补球员 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 直到第三个赛季中断 小托马斯才成为首发 这个赛季他场均 砍下20.3分6.3次助攻 不过他还是在休赛期 被交易到了太阳队 作为替补平均只出场25分钟 仍然能得到场均15分的数据 46场比赛过后 也就是15年的2月时候 小托马斯被交易到了凯尔特人 那小托马斯他在凯尔特人的职业生涯 其实是最被球迷熟知的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名的 他在凯尔特人的表现很出色 特别是上个赛季带领凯尔特人 以东路第一身份进入了季后赛 他也因为自己这么优异的表现 被广沙球迷成为地表最强175 小托马斯的爸爸肯定没有想到 自己的儿子竟然会带着 胡人的世仇凯尔特人 打出这么好的成绩吧 那这一年是他NBA生涯最佳的一年 但却是生活最差的一年 他的亲妹妹因为车祸去世了 他信任的凯尔特人队竟然在休赛期 将他交易到了骑士队 最令人讽刺的是 当初凯尔特人队在招募海沃德的时候 他出攻处理 得到海沃德后 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非常的开心 被凯尔特人交易走 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不过他因为臀部的伤势 目前为止还没有在骑士上场过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之后小托马斯 会为骑士带来多大的能量呢 小托马斯不能选择自己的身高 但是他依然靠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命运 他的身高只有175 成长的路上 就会被所有人认为太爱 被所有人质疑 打不出名堂 但那又怎样呢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在这种程度 信息是 everything 我感觉如果你有信息 在你自己 它没有关系 谁说什么 对你 这就是什么 我正在说这些孩子 无论什么他们的梦 或是什么他们想要成为 他们可以成为那样 有很多人 在他们的旅程中 告诉他们他们可以 无论什么你做 无论什么你做在生活 无论什么你想要成为在生活 你只能成为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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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期关于小托马斯的故事 到这里就讲完了 朋友们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搭球 我们会在这里与你一起讨论 更多的球员故事和球场资讯 这里是搭球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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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